会有惊喜 今年大概会有新款 会有两款 鸿海新春开工团备 董事长刘洋卫亲自带来好消息 今年电动车预计出两款新车 和印尼合作也有新进度 预计在三月我们会签这个合约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印尼这个投资部部长 他说到大概是80亿美金的这样的投资额 那个投资额是总投资额 包括这五家公司也包括政府 那我们会是其中一部分 鸿海上个月宣布 与印尼投资部 印尼电池公司 印底卡能源公司 和GoGo Road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投资重点放在电动车和电池产业店 与泰国国家石油集团合资的泰国电动车工厂 预计最快2024年第一季量产 在美国与商用电动车轻型卡车供应商 洛斯敦汽车合作电动皮卡车款也即将量产 合作伙伴Lost Town Motor 它应该第三季就会量产 至于是泰国的部分 我们会在今年应该会开工 一年半到两年之间 它会开始量产 缺料在这一季已经有大幅的一个缓解 我们认为这个整体来看 这一季的表现就是一个持平 但是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缺掉状况 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一个解决 我们预计要到今年的下半年才会有比较明朗 另外 市场关注全球疫情 通膨升息环境下 鸿海如何因应 刘洋伟表示 疫情已变得可以预期 相对比去年前年好多了 对企业而言已有相对应的计划 鸿海也针对通膨 规划系列全球投资计划 包括墨西哥 东南亚 南亚都有布局 来因应可能的变化 新淘尔亚特电视王冠林李津津 台湾新北市报导